hello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这几个的话我们再来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线程开发当中 经常会用到的一个这样的东西 叫做这个Q对面 那么这个Q对面的话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线程安全的一个对面 那么这什么叫做线程安全的这个对面呢 待会的话我们再来跟大家解释 好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 先来看一下这个简介 在线程当中访问一些全区变量 加速的话是一个经常的过程 对吧 就是有些时候 比如说我们要去修改某个值 如果你不加锁的话 多少线程之间访问的话 他就有可能产生这个数据的错误 对吧 那么为了保证这个数据的准确性 我们在这个修改这个数据的时候 就先给他加锁 锁完以后 我再给他修改 修改以后 我再把它给释放 那么这样的话 就可以保证这个数据不会被修改 对不会被错了 如果你是想把一些数据 存注到某个对面当中 那么在这个Python当中的话 它提供了一个 线程安全的一个模块 叫做这个Q模块 那么这个Q模块里面的话 有许多的这些容器 有这些对列 还有这些杖 还有这些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的话 它是跟我们的那个 跟我们的那个什么呢 跟我们的那个列表是一样的 就是它是一个这样的容器 你可以不断的添加元素进去 也可以从这个容器当中 去上除这些元素 一个这样的对列 一个的对列 那么我们的那个什么呢 我们的那个Python当中 类似的那个列表 它其实是一个 它其实是一个 不是它 它其实不是一个线程安全的 那么我们这个Python当中的 这个Q模块下面的那些对列 它就是线程安全的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线程安全的 什么叫做不是线程安全的 这地方我们来打开 这个PPT 这地方我垫了两个盒子 放在这边 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里面的 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 假如说现在的话 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 它们代表的是同一份代码 代表的是同一份代码 代表的是什么代码呢 就是将A0等于这个 第一份代码 它是将这个A0等于1 而我们的第二个代码 它是将这个A0等于2 那么现在这两个代码的话 只不过它是放在两个 不同的线程当中 去让它执行的 两个不同的线程当中执行 那么我们第一个线程 我们第一个线程在执行这个代码的时候 在执行到这个里面这个代码的时候 因为你在执行这个A0 就是给这个列表当中的某个 某个下标给它设置这个值的时候 它其实是分为两步来操作的 就是分为这个两步 手机的话 先来取到这个里面这个0的这个位置 对 先取到这个列表当中的这个类层的这个位置 取到这个位置以后 接下来 它再把你这个值把它给 再把什么呢 再把这个里面A0的这个类层的这个地方 引用你这个一这个地方所在这个地址 其实分为两步 其实分为两步 那么我们这地方也是分为两步 对吧 就是A0等于2 它这个操作也是分为两步 好 那么分为两步的话 就是有时候的话就有个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有的时候 我这个线程当前运行运行 运行A0等于1的时候 运行A0等于1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分为两步过程 假如现在我这个线程A 我这个线程1 好吧 我这个线程1 这个线程1 这个线程是2 好吧 这个线程是2 那么接下来 我线程1在运行到这个A0等于1的时候 我运行到的是什么呢 取到这个A0的这个地址的时候 此时我们这个CPU 此时我们这个CPU 就马上将什么呢 当前的这个切换的这个 将这个切换 马上的话 就不执行这个线程了 因为我们这个线程的话 它其实是 我们这个CPU在不断的在模拟这种线程的一个这样的行为 就是他 比如说他现在直接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我们CPU就马上将这个线程把它给暂停掉 然后再去执行第二个线程当中的这个代码 在执行第二个线程当中的这个代码的时候 他又去取到什么呢 又去取到这个A0 又去取到这个A0 接下来这个CPU执行完这一部分以后 他如果又回到我们这个地方 然后的话再让这个什么呢 再将这个A0这个地方等于1 对不对 再加这个A0等于1 或者是他执行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那的话他马上将这个什么呢 不是好 大家先不用管这个地方 就假如现在他这个CPU执行到第二个线程当中的时候 他取到A0对不对 取完这个A0 然后的话他马上将这个A0等于2 把这个代码把它给执行完 把这个东西把它给执行完 然后接下来他又回到我们之前的这个线程这个地方 然后再把A0的这个地方把它给置为1 这样的话按道理讲的话 因为第二个线程它是后来的 因为第二个线程它是后来的 按道理讲的话 这个A0这个位置它应该是等于2才对不对 但是因为你采用的是多线程 那么多线程它的那个执行顺序 执行的那个方式是不固定的 对不对 有可能就是按照我们刚刚的讲的这种方式来执行 就是你刚刚执行到第一个线程 刚刚执行到A0的时候 那么CPU马上签婚到第二个线程去执行 执行完又A0 然后将这个A0再往执行第二步 就是将这个A0等于2 执行完这个东西 CPU又去继续回到线程一当中去执行 然后再将这个A0等于1 这的话按道理讲 你按道理讲 A0的话应该是等于2才对不对 但是现在的话这个A0是不是等于1了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话就容易造成这种什么呢 数据不稳定 对吧 就是跟其实跟我们的之前跟大家讲过的那个没有枷锁 去修改那个Value值是一样的 对吧 按道理讲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的话因为线程 它是无序的执行 而的话就会发生这种错乱 对不对 发生这种错乱 好 那么这种方式这种东西就叫做 不是线程安全的 不是线程安全的 那么我们现在这几个要跟大家讲的 要跟大家讲的这个Q这个东西的话 它就是一个线程安全的 它就是一个线程安全的 就是说在这个里面 在这个里面你做的这些操作 它都是原子性的 什么叫做原子性的呢 就是你这个要么就做 要么就要么就不做 要么就都做完 你比如说拿开拿我们这地方来讲 你这地方 生是个A0等于的这个操作 对吧 你要么就将这个A0等于的这一部分功能 全部都把它给做完 做完以后你再去做其他的 你要么就这个东西就不要做 那么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保证这个东西是可以完成的 对就保证是一个原子性的 就保证不会这种数据产生错了 那么其实你可以认为我们的这个Q这个模块里面 它里面提供的这些队列 它里面的话 其实就已经给你有这种加锁了一个人的机制 当然这样理解的话可能不是很准确 那么你现在要明白的一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Q这个模块当中提供了一些这样的类 包括这个Q这个队列 以及这个什么呢 以及这个LFO这个Q这个队列 就这个后进先出的这个队列啊 这两个队列的话 它都是那个现成安全的啊 就是说不会跟我们这个拍子类似的那个列表 那种东西不是现成安全的内容啊 相反啊 它它就可以保证我们这个数据是比较安全的 好吧 那么这个的话就叫做现成安全啊 叫做现成安全啊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队列啊 什么叫做队列啊 之前我们是已经学过那个列表 对吧 列表的话就是你一个数据啊 可以什么呢 可以随便怎么插入进去 比如说我可以插入到第几个啊 对吧 我可以插入到后面 我可以插入到前面对吧 然后你提一句的话也是个 你提一句的话也是可以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队列的话 这个地方我们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来打开一下我们这个PPT 这个地方我们来看到第二张图啊 第二张图 那么这个的话就叫做什么呢 这个东西就叫做队列啊 这种东西就叫做队列 什么意思呢 你啊 啊是啊是不是先来到这个黄色的这个盒子里面啊 这个橙色啊这个橙色的这个盒子里面 A是先最先进来 然后B是最先进来 后面接下来进来 C是第三个进来 对吧 都是进来啊 按照这种ABC的顺序进来 那么按照这种ABC的顺序进来 接下来如果你如果再从这个容器当中啊 如果再从这个容器当中去提取这些数据的时候 那么提取的顺序也是ABC啊 就是根据他进来的这个顺序来这里边来提取 那么这种东西就叫做队列啊 就叫做队列 就是先进先出 对吧 先进先出 其实这种东西是不是很好理解吧 你可以认为这个东西 它就是一个卖票的一个系统 对吧 卖票就是有卖 火车站卖票 对吧 这个地方是那个售票员 对吧 售票员啊 这地方是售票员 这样的话这个地方排队 就是你排到最前面 就是你先给你服务 对吧 先给你卖票啊 那么这种的话就叫做队列啊 这种话叫做队列啊 其中的话 其中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是叫做队啊 还有一个叫做队啊 这里面我们来写一下 好吧 算放在这里啊 其中的话还有一个站啊 这样的话就跟我们这个队列正好是相反的啊 是相反的啊 那么这样的话 它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你先进后出 那么我们这个A的话 是不是最先进来啊 对吧 然后B进来 C进来 那么在出去的时候 就按照相反的数据啊 就是C再出去 B再出去 A再出去 那么这种话就叫做战啊 就叫做战 你想一下小时候玩过那个玩具枪 玩具枪里面那个弹夹的话 它是不是先上进去的那个弹夹 它是最最后出来的吧 对 是最后出来的 那么这种东西的话就叫做战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要跟大家用到的这个东西就叫做队列啊 就叫做队列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啊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啊 要跟大家讲到我们这个Q这个模块当中的那个啊 Q这个类啊 这个类啊 这个类的话是一个现成安全的一个对点 那么我们啊 接下来就来跟大家讲一下啊 这个对点 就是这个Q这个对点 它长远的几个几个函数啊 第一个的话是这个构造函数啊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你可以传递一个什么的 传递一个最大值 可以传递一个就是这个容器 大的一个最大值对吧 然后接下来还有Qsize Qsize的话是可以返回这个对点 它总共里面有多少个元素啊 amity的话是判断这个对点是否维护啊 for的话是判断对点是否满了啊 get的话是从对点当中取出最后一个数据啊 po的话是将一个数据放到一个对点当中 好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啊 好了 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代码啊 这个地方我们来到这个demo6.py这个文章当中 来跟大家讲啊 好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先来把我们的这个Q这个类 先把它给导入一下啊 from下这个什么呢 Q1U1啊 英化了一下这个Q啊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地方创建一个这样的Q对象啊 Q等这个啊 等这个Q1U1Q1U对吧 这个地方我给它传一个4啊 给它传个4 给它传个4的话 代表是我这个对点总共是有4个 对吧 总共是有4个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啊 就是说我在创建这个对点的时候 我可以给它指定这个大小 对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 第一个函数啊 第一个函数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就是这个put put的话 对吧它是啊向我们这个队列当中添加一个元素啊 那么Q点兔的啊 比如说对吧我添加给一进去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函数 就是这个Q size啊 Q size的话是可以获得到我们这位堆列当中总共有多这个元素啊 那么我们来打一下print一下这个Q啊 那个Q点Q size对吧Q size啊 可能加什么东西啊 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右键再来提一下 实际上的话它是不是打印了唯一啊 对打印唯一说明我们这里面是只有一个元素啊 那么如果这边可能加低负这边 这里面我再加个二进去保存一下 这里面我们再看一下是不是就有两个元素呢 对了两个要素啊 那么这个Q size的话代表的是获取这个对点当中总共有多少个元素啊 好 emity的话是怕那这个对点是否为抠啊 如果为抠的话 那么它要返回处啊 否则的话就是反回false啊 那么我们这边来empt地方emity啊 保存一下来运一下啊 那么这个地方是不是打印的是这个false啊 对了打印的是这个false啊 就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这里面有指数的话 他他指定这个emity的时候反复的是一个false 对了 那么如果把这两个代表把这个给删掉 这的话他得到的就是一个处 对了 就是个对点 它是一个空的啊 然后还有一些个for啊 for的话是胖的这个对点是否满了啊 胖的这个对点是否满了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首先来指定一下这个for对吧 走一下 他是不是反复for三 因为在我们这个对点当中 现在是没有一个值对 没有一个值啊 那么的话就是false 那么如果这个地方我添加4个值进去啊 for x 应认识啊 i 然后是比如说是四个啊 然后是这个地方啊 q 点铺腾对吧 这个地方把 x 认进去啊 同时加速往下 现在上面这个破情况总完以后 是不是就在这个对点当中添加了4条数进去啊 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右键再来指定下啊 下面的话是不是就反复的处 说明我们这个对点现在是已经满了啊 已经满了啊 好那么接下来最后一个的话 get啊 get的话就是从对叠当中啊 从这个对叠当中最后一个元素 把前面这个元素把它给取出来啊 就像是我们这个里面啊 这个对叠 你如果get的话 他会将这个元素好 从这个对叠当中将这个a把它给取出来啊 就是取他的那个最先进入到这个对叠当中那个元素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也是来演示一下啊 好这个地方我们是铺的进去我们铺的进去的时候是不是零一二三这种方式铺的进去的吧 对不对 直接这个方式铺的时候是不是零一二三破的破的进去的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地方再来获取一下啊 for那个什么呢 x in range啊 这地方是呃 四个啊 接下来我们再来打印一下 q点get啊 get啊 get的话就可以将这个值啊 从零一二三这样把它给拿出来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右键再来评讯一下 那么现在的话是不是就是零一二三啊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我并不是这个地方 我并不是打印的是这个x哈 你要第一个注意 我这个地方是打印的是个q点get q点get就是从我们这个列表当中去取出那些元素啊 并且是按照那个什么呢 先进先出的那种方式把它给取出来 好吧 好 那么这些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对叠的那些长运的函数啊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啊 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get的函数以及这个put的函数 他的那个呃 另外一个他的他的里面的一个参数啊 就是那个block可能的参数啊 block可能的参数啊 这个地方啊 q点get还有那个什么呢 q点put 他里面都有一个参数啊 这个地方来跟大家也是啊 这个地方我把这个啊 把那个取决一下啊 好 这个q点get他里面一个参数就是block啊 这个block参数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代表的是我当前这个操作是否是一个组设式的 get操作好 他是一个组设式的啊 就是说默认啊 默认这个block的话 他是等于这个处啊 默认这个block 他是等于处 就是你在从这个 从这个对叠当中获取这个值的时候啊 如果这个对叠当中没有值啊 如果这个对叠当中没有值 那么的话 他会一直阻塞在这个地方 他会一直阻塞这个地方 明白吗 好 好 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是poot啊 poot poot的话这里面也有个block 这个block他默认值也是等于这个处啊 默认值也是等于这个处 那么这个poot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代表的是啊 你我如果在给这个对叠当中添加值的时候 如果这个对叠现在是已经满了啊 那么这时候的话我就会一直阻塞到这个地方 直到你这个对叠不满为止啊 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啊 一个这样东西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用这种多性能的方式 来跟大家演示一下这两种方式 这两个方法的那个block参数啊 好 这里面我们第一个行数叫做什么呢 cach value啊 就设置几值进去啊 这个地方我们需要传立一个q参数进来 好吧 就是传一下这个对叠进来啊 传一下这个对叠进来 接下来在我们的这个里面啊 我们来也设置几个值进去啊 或是我这个地方给个歪处啊 q顶铺的对吧 然后是这个这个应代四啊 等于这个零段 然后这个应代四是加等于一啊 好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设置值进去啊 设置进去啊 那么接下来我这个地方的话来让他承受一段时间啊 time点sleep啊 比如说我让他睡三秒啊 就说睡三秒 就说三秒钟 我会添加一个值 添加到这个对叠当中 明白是吧 好 那么接下来这个地方啊 就是get value啊 这里面也是传到q进来 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去获取这个值 好吧 获取这个值 那么就是外处啊 外处 然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来 这个地方来打印象这个q点get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地方定一个面行数啊 然后的话接下来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就分别创进两个线程啊 分别让他去走啊 第一等这个什么呢 等这个threading啊 threading来把它给写一下啊 啊 threading.thread对吧 第二是啊 第二是t啊 他给的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sad value啊 sad value 好 这个地方我们他是需要传立一个双手啊 那么我们把这个q啊 把这个给拿到我们的这个may行数当中啊 那么如果啊 你想在这个对叠当中啊 你想这个啊 现成当中啊 想给一个现成 这个环数给他传立一个参数 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啊 在这个thread的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给他传立一个参数 还是在airdress啊 airdress的话 他需要一个列表 或是一个远航组啊 那么的话 就把你需要传立的参数 放在这个列表 或是放在这个远航组当中啊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q放进去 那么接下来 他就会把这个参数传给我们的这个行数 这个地方明白是吧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这个地方再来传立一个对变啊 参加啊 啊 那个现成啊 第二等这个threading.thread啊 thread然后是target 是等于这个什么的get value啊 这里面也是airdress 是等于这个q啊 好 那么接下来t1.start对吧 开始啊 t2.start啊 开始 好 那么接下来may一下 然后的话 这个地方再来执行这个may函数 保存一下啊 好 那么我们这里面 现在我们来封印一下啊 在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在我们的这个set value这个函数当中 我们是每隔三秒 我们会去执行一下这个里面的代码 就像那是每隔三秒 我会在这个里面去添加一个值 对不对 添加一个值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里面 在我们的这个get value当中的话 他就是不断的在这地方来获取 对不对 不断的在这地方来获取啊 那么因为我这地方也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哈 这个get这个方法的话 他这边有个参数 叫做block 这个block参数的话 如果你没有写 他默认识等于这个处 就是说 如果这个get 这个他在 你掉这个get的这个函数的时候啊 如果这个对叠当中没有值啊 如果这个对叠当中没有值 那么的话啊 那么他会一直等待啊 一直阻塞在这个地方阻塞在这个地方 然后他会等待你这个对叠当中有值 如果有的话 他就会立马啊 把它给取出来 如果没有 他就一直阻塞到这个地方 明白是吧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来走一下啊 好可以看到 现在的话是不是打印出了一个零啊 答案是这个零 这个地方是从哪里打印的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打印的 在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程序当中 只有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print 对不对 就是在这个地方打印的 对 而且你可以看到 他这边打印的 是不是每隔三秒的钟的时间 就会打印三 对不对 为什么每隔三秒钟的时间 会打印一次呢 就是因为哈 因为你现在哈 现在在第一个线程当中啊 在第一个线程当中 他是每隔三秒会从我们 会添加一个值到我们这个对叠当中 而我们下面这个get value 这个线程这个行数的话啊 他就是什么呢 他就一直在这个地方调用这个get 调这个get的时候 他发现这个对叠当中没有值 没有值的话 他就会一直在这地方进行阻塞 在这边等待啊 在等待 一旦你这个地方执行完三秒 执行完三秒钟的时间 执行完三秒钟的时间 你把这个值添加到这个对叠当中以后 他就会马上把它给获取出来 然后把上码的给打印出来啊 那么就是一种这样的方式啊 就是一种这样的方式 好吧 那么我们这个boot同样也是一样的 同样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只有等待他的那个什么呢 等待这个对叠啊 只有等待他这个对叠 没有满才能收拾进去啊 如果满了的话 他就会一直阻塞到这个地方啊 一直阻塞到这个地方 好吧 这里话我们就不带大家去演示的啊 不带大家去演示的啊 好 那么这几个的话 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对叠的一个人的诱反啊 好 那么讲完这个对叠以后啊 下几个的话 就会真正的会跟大家讲到啊 使用这个对叠 来去使用这个生产的和消费者模式 来去下载那个表情包 好吧 下载一个表情包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几个人就讲到这个吧 希望大家都能够听得懂啊 OK啊 客人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